大家好,歡迎大家來到我的頻道 我生完寶寶,終於可以再拍一條影片和大家分享家裡的植物 這條影片的主題是想和大家說說水培植物 其實知道現在很多朋友都對水培植物很有興趣 而且在街上陸續續有很多店舖都會用水培去種植物 就有得販賣了 其實水培植物的確有很多好處 第一就是你省時間打理,不用經常換泥 也不需要去處理泥土,不用怕有蟲、衛生、簡單和方便 所以放在一個家裡種植物是非常好的 至於要獲得一盤水培植物 例如我自己種植物 我可以選擇千插 可以讓它生出一個新的植物 有水羹 也可以選擇在坊間購買一些現繩 但現繩那裡會和大家分享 如何看到那棵植物是否健康 首先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實千插的方面是怎樣做呢 其實千插一盤水培植物是非常容易的 例如你種開秋海棠 種開一些橡皮樹 其實很多這些植物都可以在水中生根 不過在水中發出根之後 日後去養它 你都需要花一些時間給它養分 因為始終水裡和植物種植的分別就是 它沒有了植物去幫它的根去儲存養分 直接要靠它自己在水中吸收養分 所以在肥料上 第一,比起泥土水是少了很多 所以你需要定期添加一些養分給它 它才可以生得到 而且水裡的營養分給它 沒有微量元素 所以它生長相對較慢 所以這就是水培植物要留意的地方 像我現在這裡 就是千插了一支秋海棠 這個秋海棠 其實它的媽媽就是我兒子 K1的時候的一人一花 所以其實媽媽已經種了兩年 最近就剪了一條枝條出來做千插 它是一個非常快生根的品種來的秋海棠 所以我插了大約四天 它就開始生根了 然後生根之後 它現在就一路生長 一路生長 一路生長 就開花 其實你看它的根 都現在比較多 所以都要考慮換另一個杯 要不然它長期浸著狂 其實就不太好 情況就不太理想了 其實你說千插一支植物去做水培 那個的成功 都是好看它本身植物儲存的樣份 譬如你選擇那棵植物 那條枝條是否粗壯 有沒有本身的植物是否極健康 譬如那些根在泥裡面已經爛了 缺水 或者是有蟲害等等的因素 都會影響到你千插成功率 不論是插在植料中也好 或者插在水裡也好 這個也是影響的因素 所以盡量選一些健康的枝條去做 那個成功率就會大一點 然後 這個就是一個千插獲得的水培植物 另外也有這個坊間現繩購買的 那坊間現繩購買的好處 就是因為剛才提過 一些千插的時候 可能你選一條枝條去插 相對於植物 要一些時間才可以刪到變大 所以如果你想說一下子 家中想要一盤有上一大小 而是水培植物的話 我也是建議你出去買會比較好 但是買的時候 你們都要留意的一個情況 因為很多時候 坊間的店舖 他們很多時候 直接洗走植株的泥土 插它落水 就說它已經是水培植物 其實就不是的 因為剛才提過 和之前的影片 好像蝴蝶蘭一樣都說過 它們的根部 刪在植料裡面那麼久 它們需要一些時間去適應水培 因為它的根是完全不同的根系 本來根系是在植料裡面生活 現在你要有一組新的根系 發出來適應在水裡生活的水羹 是不同的 所以當你要轉它水培 要給時間去適應 所以不論你是買那些現成植物 還是自己把盤植物轉成水培也好 你都要看看它的根部 去知道植物的狀態 我猜是一些富貴族的類別 因為是別人送的 所以我不太清楚 當時的根是很短的 就是在年宵的攤位裡買的 你現在看到它關了一些厚實一點的根 綠色、實實正正的 你看到的根是沒有說 好像之前的蝴蝶蘭爛根的情況 也有分享過 就是煤了、滑散散的 只剩下層衣、飄一下飄一下 沒有這些情況 其實基本上它的根是健康的 而且不會有些水很粗 如果它經常養著腐爛的東西 其實它的水會變得很髒 還有臭味、蚊枝 這也是會引起不衛生的情況出現 另外這個就是一個蚊竹 蚊竹它的根相對會比較幼 所以你會看到 其實它這些蚊 可以看到 舊有一些黑蚊蚊的 就是一些不健康的根 後面這一枝 每一次有轉動 你會看到它好像養一下 搖搖肉墜 其實就是一些舊根 它都用了很多時間去適應它 水培的 所以你看到它的新生出來 有些白雪雪這些 就是一些新的根 後面這條紅紅色 白白的 就是一些健康一點 真的完全適應了水培環境的根 舊有這些底部的 黑蚊蚊的 相對是一些老一點的根 或者是它已經開始不太健康的舊根 所以其實你去買現成 在外面買一盤水培植物 或者你將你原盤種了很久的植物 轉去做水培也好 都真的要時刻留意著根部的狀態 如果自己種的還好 因為可能你都會挑選過一些健康的植株 才轉去做水培 但是你在坊間買的話 有機會其實它本身的狀態 都真的不太理想 所以你要懂得選擇才去買 而剛才提過 在水裡種植 對比在泥土裡種植 其實就真的少了很多養分 所以會生得慢一點 而且它的養分你要慢慢加給它 那它適應了水之後 或者是你買了一盤植物回來之後 它真的見它的根OK了 一直都沒有問題的時候 你可以考慮慢慢定期加一些營養給它 營養我自己就沒有特別去買些水培植物的肥料 因為我自己有種泥的植物 如果你家裡只有水的植物 你可以考慮買一支水培植物的肥料 如果沒有的話 都用回泥土的植物 用的肥料都可以 一般的肥料 那些開粉或濃縮的肥料 都是沒有問題的 那我自己就 帶你用的時候 我自己也是這樣用 就要考慮稀釋它多一點 就不要那麼濃 才去給它 那絲肥我不詳細說了 日後有需要才開一條影片再說 另外這一隻的HB101 也是非常好的 之前在蝴蝶蘭分享 也有說過 它可以長期浸著肥料都沒有問題 而且可以有些激素 激活它的肥料去生長 不會僵苗 譬如你剛才像我一樣 遷插一盆水耕植物 那就非常好 那這個就是那個HB101 所以你有興趣也可以去買一支 如果你是喜歡水培植物的話 你自己都可以試試去遷插 其實都蠻好玩的 看著它的根部一路生長 還有好像用透明器皿 你又看到它的根是生成怎樣 觀賞了根是非常好的 那今天呢 我的影片就分享到這裡了 那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訂閱讚好和分享 那有任何的問題 或者有任何的想分享 都歡迎在影片下面留言 亦歡迎你們加入我的Facebook群組 名字和這個頻道一樣 就叫做花言花語 可以和更多的花友互動 一起去研究種植 分享種植的樂趣 那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了 記得訂閱我的影片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我們下次見 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下次見